香港南华早报网站11月24日发表题为 全球人工智能规定要想成功实施必须有中国参与的文章 作者是英国希尔沃特全球公司中国问题专家康纳霍斯福尔文章摘编如下 在英国与中国的紧张关系并没有阻止政府邀请中方参加人工智能安全峰会 中方呼吁通过全球合作共享人工智能知识 并以开源的方式向公众提供人工智能技术 一些人对中国参与此次峰会表示担忧 尽管如此英国邀请中国的决定是正确的 而且因为试图就人工智能风险达成共识而受到赞扬 中国在人工智能投资规模和开发方面的长久仅次于美国 每年为此投入巨额资金并力争成为全球人工智能的领导者 在监管方面中国比美国欧盟和英国的行动更迅速 今年早些时候中国发布了针对合成图像和聊天机器人的国内人工智能开发行规 新方国家已经在奋力追赶 近日美国总统乔·拜登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 提出了安全可靠可信的发展人工智能的八项指导原则 欧盟正在通过一项人工智能法案 英国正在制定其支持创新的人工智能监管规定 然而如果没有全球共识 减轻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极端风险的努力注定是徒劳的 人工智能越来越多的应用于自主武器系统 这可能会对冲突的交战方式产生重大影响 专家们担心 这些系统可能会独立于人类做出致命的决定 他们的发展需要仔细加以监督和管理 这就是为何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很重要的原因 中国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进行了大量投入 包括机器人和无人机集群等 人工智能的发展轨迹将在很多方面受到北京决策的影响 我们需要充分了解中国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是如何发展的 以及相关的利益和风险 西方不能陷入假设中国的人工智能治理结构 与西方治理模式的发展无关的陷阱 我们可以从中国的监管发展中吸取经验教训 尤其是在采用特定监管方法的可行性上 我们还需要让中国留在谈判桌上 这类全球性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关键参与者 而中国将继续处于所有这些问题的中心 没有北京方面的政治知识 未雨绸缪应对可能的全球大流行 以及应对气候危机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近十年来 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了更加积极的作用 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增强了国际影响力 并在中东冲突调节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中国发布的《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等文件 以及中国在斡旋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 表明中国愿意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而且中国仍可以在乌克兰和加沙冲突中发挥关键作用 与此前相比这是一个重大变化 希望在于北京方面现在更愿意参与有关新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的讨论 在布莱奇利元峰会上就前沿人工智能的机遇 风险和国际行动的必要性达成的布莱奇利宣言是一个明显的进展 我们需要在影响全人类的问题上达成国际共识 中国出席这些峰会将是促进全球繁荣的激起一步